在网上的弟兄姊妹、朋友 和在現場的崇拜,一起同拜的弟兄姊妹,平安 不如我們在聽道之先,我們同心的祷告 天父,我們真是做一次去感謝你 你朝著我們能夠在主日裡面,回到在教會或者在家裡去敬拜你 我們有滿心的感謝你 主要帶領孩子所說的,即是我們去聽的 我們都是同感一靈的,將你的話語露露的,記在心裡 以著我們在生命裡能夠呼現到基督律的樣式 主要幫助我們,帶領我們有時間 我們討過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阿門 近日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講到,公司規模很小 容不下員工犯錯 為什麼呢?因為一個錯誤就可能令公司的損失慘重 但是相對上,公司規模大 但是呢,犯錯就可以掩飾 即是蒙運過去 有些公司一個人可以應付幾個項目 滑滑有餘 但是有些公司幾十人去負責一個項目 它是一盆散沙 問題在哪裡呢? 今天在教會 我們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一盆散沙呢? 在外面打工 大家都知道老闆是上司 或者是出糧的老闆 在教會 我們的老闆是誰呢?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鞏固團隊 今天是透過弗蘭比書的二章 12到30節 讓我們去學習 如何成為跟隨基督的群體 我們一起去讀第二章的12到18節 我親愛的 這樣看來 你們向來是純福的 不但我在你們那裡 就是我現在不在你們那裡的時候 更是純福的 就當恐懼戰經 完成你們自己得救的事 因為是上帝在你們心裡運行 使你們又立志又實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你們無論做什麼 都不要發怨言起真論 好使你們無可指責 誠實無藝 在這彎曲無謬的世代 作上帝無瑕疵的兒女 你們在這世代中要像明光照耀 將生命的道顯明出來 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得以誇耀我沒有白袍 也沒有徒勞 我以你們的信心為貢獻的祭物 我日被囂電在其上也時喜樂 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 你們也要照樣喜樂 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在這段經文裡面 我們就去看看這群佛納比的信徒 保羅如何去說他們 或者去勉勵他們 如何為主的揭力 去做好自己的本份 保羅如何去看貝拉比的信徒呢 在十二節裡面提到 我親愛的 這樣看來 你們向來是信復的 不但我在你們那裡 就是我現在不在你們那裡 的時候 更是信復 在這裏保羅期望貝拉比的信徒 他們要順服神 並且要順服使徒的教訓 那保羅提醒 順服 似乎是有真實 和有虛假的 是什麼意思呢 那當時弗納比的信徒的順服 是讓我們在這裏呢 他們只是為了要取悅人 不是取悅神 就是說 保羅在這裏的時候呢 弗納比的信徒可能會安分守己 循規道舉 保羅不在這裏的時候呢 已經不是那一回事了 所以保羅就提醒貝拉比的信徒呢 是不是取悅那些帶領他們的人 為了是要迎逢呢 或者是討好他們 保羅呢 要貝拉比的信徒知道 神將和他恩賜的信徒是賜給教會 目的就是要彼此的配搭 使得每一個人呢 都能夠去 順服耶穌基督 保羅在弗納比書的一章二十七節 曾經是說過 最重要的 你們行事為人 要以基督的福音相情 這樣無論我來見你們 或不在你們那裡 都可以聽到你們的警方 知道你們同一個心智 站立得穩 為福音的信仰 齊心的努力 給他們信徒 為何去表現他們的神福呢 在這裏呢 就 保羅去說 你們 要怎樣呢 恐懼戰經 去完成 你們得救的事 恐懼戰經的原文呢 就不是說懼怕刑罰 或者是審判 而是帶出什麼呢 敬畏的心 是嚴肅地去 去看待自己的生命 不隨便的 是謹慎地在 在世上生活 在這裏呢 保羅提醒福利比的信徒 要帶著敬畏的心 嚴肅地去看自己的生命 不隨便的 是謹慎地生活 我們今天信徒要學習 學習就是 我們怎樣可以 在當中的裡面 謹慎地生活 我們就要 提醒我們自己 要在靈裡面掌進 以著我們生命成熟 我們才可以在基督裡面 共同生活 同心合意的 去完成得救的事 在這裏呢 特別是講到 十二節尾講到 完成你們自己得救的事 寶羅似乎在講 這個完成 是要完成一些東西 才可以有得救的事 那就是說 寶羅通常講 不是靠好行為 或者是工作 而是說 我們知道 寶羅不斷講 是恩信清義 是靠基督的恩典 以著我們和神可以復和 那為什麼要完成得救的事呢 其實在當中裡面 是提醒 是在講什麼呢 寶羅是要我們在主裡面 我們一群信了主 得救的人 我們應該怎樣去回應 已經得到的救恩呢 寶羅是提到 我們要努力的 去造成救恩 去work out的救恩 這個work out的救恩 就是我們今天 我們每一個要有好的見證 以至於我們的生活 能夠表現到 福音的影響力 這個就是我們每一個 信了主之後 我們在基督裡面 我們能夠共同生活 我們可以同心合意的 去完成得救的事 十三節的恩惠 我們看過十三節的恩惠 一開始的恩惠 恩惠 這個連接詞就是去解釋 上帝在你們心裡的運行 使你們有立志 有實行 為要成就主的美意 寶羅呢 是知道福利比信徒的靈命光景 他們之間是有分歧的 所以在二章的二節 寶羅是提到 你們就要二致相同 愛心相同 有一致的心思 一致的想法 使我的喜樂得而滿足 寶羅只是真正正 在上文裡面去提醒 勉勵信徒 要合一 合一的秘訣是什麼 其實上一次 uda公尊全道都與我們說過 這個秘訣就是 我們每一个人 都要在主堡裡面 我們能夠謙卑 還有另一個事情 提醒我們要誠意 因為希伯來書十二張十四節提到 我们信徒要揭力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够去到主的面前 在这里我们再看下去,就是说弗拉比信徒当时他们有什么负面的情绪呢? 他们是发怨言,起真论 发怨言其实在英文的翻译里,就是compaining 在新约中很少见,很少说到信徒是发怨言 只是我在新族的圣经里看到两段经文,提到发怨言 第一段经文是在《士荣行传》的六章一节 圣经里说到,那时门徒争多 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这就是说到当时的发怨言,因为很多人信耶稣 而现在特别是寡妇,教会没有给他们一些供应 就忽略了他们的需要 所以在这里说到,有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就向当时的希伯来人发怨言 第二段经文记得前书四章的九节 你们要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 这里是关于当时很想接待人 但接待其实是一件很繁琐的事 而且在这个接待里面又难免发出很多怨言 所以给他们提醒信徒 你们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去接待那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在当时接待里面有很多事务 很繁琐的,要去面对的 人很多时候会发怨言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 特别是在这里提到,是另外的经文 是有反映到,是有些门徒是发怨言 但是在这里 我们再去看,就是在旧约里面 有没有什么经文 就是提到当时那些 以色列人他们是发怨言 其实在《出埃及记》的十六章的二至三节 当时就是说,神是令以色列人离开抗野 他们在当中里面有什么反应呢? 以色列传媒众在抗野向摩西 阿伦发怨言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耶路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窝旁边,吃得饱足 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在这抗野,是要叫传媒众都饿死啊 第二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的三节 当时百姓在那里甚喝,要喝水 就向摩西发怨言说 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生畜都喝死呢? 我们看到在旧狱里面,以色列人在困境的时候 他们会发脾气,发怨言 发怨言其实是说什么呢? 说我们是人性的一些表现 当我们有些不满意的时候 我们会有些负面的情绪出现 我们会埋怨和投诉 过往,神的子民在抗野是这样的 今天,保罗想提到弗拉比的信徒 都有诸多的怨言 他们没有去看神的救恩 和神的慈爱护理 在当中,他们没有去感恩 所以,保罗在这儿严正的去劝勉弗 弗拉比的信徒 你们无论做什么事 都不要发怨言,起真论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会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会发怨言呢? 面对以上的问题 保罗提出什么积极的鼓励呢? 我们一起读一读十五,到十六词 一、二、三 好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谓 在这弯曲无谓的世代 作上帝无瑕疵的余女 你们在这世代 终要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 使我在基督的日子 得以夸耀我没有白跑 也没有徒劳 保罗对信徒的积极的鼓励 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说 提他们 是无可指责 诚实无谓 在这个弯曲无谓的世代 作上帝无瑕疵的余女 我想问大家 你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 神是否很饿呢? 是否一个很严厉的父亲呢? 当然不是 真正认识神的人都知道 上帝是一位仁慌慨的父亲 在刚刚这个星期 尿啟智弟兄的安息礼上 智叔的一对儿子 文哲和文讯 到父亲吹口琴奏落 他们是跟随妈妈 陈敏儿姐妹在台上分享 和爸爸一些难忘的往事 两兄弟呢 都是以大家熟悉的名字 智叔去称呼爸爸 他们分享到呢 在小时候呢 对智叔是不了解的 智叔是有些要求 有些是规范 要他们去遵守 所以他们的反应又如何呢? 是觉得智叔是严厉 对智叔是有不满的 之后慢慢慢慢的成长 他们对智叔 看到自己的爸爸 是很关心他们 也是看到智叔 其实很爱他们 同样 今天我们的天父 都是很爱我们 我们今天每一个都可能很努力地去反映天父的形象 去取悦天父 好比小朋友呢 会在纸上画出父亲的样子 也就会试过 在小时候画爸爸 妈妈的样子 可能画得不太好 但爸爸不会责怪 但是儿子和女儿画得不太好 相反的 爸爸会很开心 很喜欢一个儿子和女儿所做的 因为爸爸知道这个是出自的 儿子和女儿对父亲的爱 弟兄姐妹 天父是同样喜悦我们出自 我们对他的爱和感恩 我每天都提醒自己 我是天父的儿子 你会不会说出 我是天父的儿子 我是天父的女儿呢 每天起床 你就自己和天父说 我是你的儿子 我是你的女儿 让我们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 古罗在第二方面 对腓立比信徒的积极鼓励 就是要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 耶稣说过 我们是世上的光 光是要照亮四周的人 我想起我中学时期 和同学去大婴山露营 在晚上的时候 一片 我们几个男孩坐在草坪上 望着天 我们看到天上的星星 是很光的 原来今天在很黑的环境里面 我们才看到星星的光亮 我们今天在城市 我们望着天上 看不看到星星? 看不到的 同样是 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的见证 不是在于我们说了些什么 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是怎么样 我近期很有兴趣去研究 中国近一百年的教会历史 我看到很多熟灵的伟人 他们都很谦卑 但是 大家知道在这一百年的里面 或者再早些 很多 在我们的宣教士 去到中国大陆里面 向我们的同胞传呼音 然后在这几十年里面 过往这一百年里面 其实 无论是我们的同胞 生活是多灾当赖 信了耶稣 也面对很多匹白 但是当时有一帮先人 有一帮外主的基督徒 他们就好像明光照耀 活出基督的样式 令到当时很多很多中国人 他们在耶稣里面 他们找到平安 找到盼望 2019年的社会运动 加上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今天在香港的人 都是在恐惧 悠伤的警方 弟兄姊妹 你的警方又是怎样呢 你会不会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呢 以至于在你身边的一些 未信或者恐惧的朋友 他因为你 而愿意去相信耶稣基督呢 第三方面 保罗是对信徒的积极鼓励 就是说到 使我在基督的日子 得以夸耀 我没有白跑 也没有徒路 保罗在这里说 他不是要夸耀自己 跑的意思呢 意思是说是労苦 即是说你要去跑的时候 保罗想说 他是很努力的 去表现出自己的労苦 他的艰辛和努力 即是说保罗在这里说 他在耶稣基督的日子 他的労苦没有白費 他没有去夸耀其他的东西 他只是夸耀基督的十字架 保罗在这里夸耀 乃是和这位死而闻的基督联合 所带来的一些结果 带来的什么结果呢 我们一起去读十七至十八节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 我若被萧殿在其上也是喜乐 并且与你们做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 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保罗当时的处境是坐牢的 他将自己原来是被萧殿的祭 是关于什么呢 他可能知道自己会面对死亡 古时,电制是常见的,通常是晓在制物的上面 新汉语的译本是更清楚的,去表达当中的意思 纵使把我敲电在你们信心的制物,我侍奉上,我也感到喜乐 保罗在说,他将给信徒生命的见证,视为献给神的制物 等同是献的制物 他可能最终都要面对死亡,但他不怕 他想让弗纳比的信徒看到,他自己是喜乐的 同样是期望,弗纳比的信徒和他一同喜乐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面对很多困境 你会不会有一个喜乐的心 你会不会和你身边的弟兄姐妹 去分享你一些的难处 以至于他能够和你守望 或者他是明白你的处境 他未必可以帮你处理到你的困难 但是他就和你守望 和你去同行 这个是很重要的 同样是给我们看到,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同样是写了提摩泰前书后书 去勉励提摩泰 是给当时的信徒 或者我们今天流传的经文 给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很大的鼓励 在新约时间 所有所有的信徒 当时的使徒 都是面对迫白 面对困难 这些的处境在教会历史里面 是不断重复 正正神是留下他的说话 留下一些先言他们的经历 以至于他们所留下的东西 成为之后历代的信徒 一些的勉励 一些的提醒 以至于愿意的 去跟随主 最后我们看19到30节 保罗介绍两位同工 提摩泰和尔巴弗提 正正是保罗反映就是说 他们的见证呢 是他们是学校基督国人的榜样 他们无私地为耶稣基督的事 和弟兄姊妹是努心努力 另外他们和保罗是同心同工 彼此的配搭 让弟兄姊妹得益处 他们所做的 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是活出基督的样式 我们一起读19到24节 我们一起读 我靠主耶稣希望肯快能差 提摩泰去见你们 好让我知道你们的事 而心里得着安慰 因为我没有别人 我与我同心 真正关为你们的事 其他的人都求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但你们知道提摩泰是经得起考验的 他与我为了福音一同服侍 代我像儿子代父亲一样 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怎样了结 我希望那盒差他去 但我靠着主主信我 不久也会去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为主中心的提摩泰 保罗提到会差提摩泰去到弗纳比去见 弗纳比的信徒 以至保罗知道他们的事 得到安慰 而保罗提到 提摩泰是很明白 保罗的心情 和愿意去服侍信徒 和做基督要去做的事 今天在我们身边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呢 我们又愿不愿意 很交心地跟他们说一些 我们自己在主里的一些 教训一些勉励的说话 以至于我们在当中 能够是彼此的能够是同心呢 第二个人物就是耳巴忽提 我们读一读二十五到三十节 下 然而我想必须差二巴忽提到你们那里去 他是我的弟兄 同工和战友 是你们差遣来供应我需要的 他肯想念你们众人 并且极其难过 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 他的真的生病了 几乎要死 然而上帝怜悯他 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 免得我悠上加悠 所以我更要尽快送他回去 好让你们再见到他而喜乐 我也可以减少忧愁 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 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因他为做基督的功作不顾性命 几乎致死 为要保证你们供应我不救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看到 保罗是提到 弗洛比教会是猜派 就是以巴弗提去到罗马 供应保罗的需要 我们看到他是委身 弗洛比教会的猜遣和基督的事工 但是以巴弗提是病了 几乎要死 主联敏医治 保罗也是担心 弗洛比信徒是 挂累以巴弗提的情况 所以当他康复的时候 保罗就尽快猜他回到弗洛比 使得弗洛比的信徒看到以巴弗提而起落 今天弟兄节目 如果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 或者在我们自己的侍奉里面 有类似以巴弗提的警方 他可能在侍奉里面 他可能是有些事情 他真的不是他自己想的 而是他做不到 可能我们教会对他要求 或者他自己想他做的事 我想问大家你会否批评他 还是去鼓励他呢 我想起有两个例子 两个片段 我认识一个牧师师母 其实他们很想去东南亚服侍 当地一些华侨 师母是提早退休的 和牧师一起去到当地去宣教 但是去到当地 师母因为水到不服 他不可以在那里生活 所以就和牧师回来香港 第二个片段就是说 有一位的姐妹 她是很有负担去泰北 去帮助当地的华侨小朋友 补习中文 其实姐妹原本打算 用两年时间在当地服侍 但去到一年之后 同样她身体不舒服 她回来香港 当时姐妹是表示协议 就是说我真的没用了 就是我教会又拆我出去 但是我又做不到 就是我自己 神要我做的事 但是弟兄姐妹是接纳她的 是明白她的警方 同样 我看到这个姐妹 又神是另外的心意就是说 呼召她 入神学院接受装备 她毕业了很多年 她现在在教会里面 就是负责一些猜传事工 本来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要以提摩泰和以百佛提为榜样 我们看到他们的服侍 的过程 不是结果 过程里面是中心 和全然的摆上 在总结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一盘散沙 我们不是 但是 我们教会是一班 是跟随基督的群体 我们不是各自为正的 我看回近这一年的里面 这个疫情 教会是看到这个社区 一些的需要 所以就借着主我恩情 去服侍社区的小学生 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 一、三、五 下午 都会帮一些小学生去补习 昨天 星期六日 跟一些学生 和一些家长 一些讲座 一些游戏 昨天我看到有一个是家长 带一个小朋友来教会 他walk in 又要报名 他问 我想带个儿子 报名你们的补习班 我就说 你儿子 读乙几年班 他说 幼稚园高班 我说不行啊 我们现在是 服侍那些 是小一 去到小六 或者暑假之后来报名 他说好啊 那意味什么呢 意味是 在这个社区里面 有一些街坊 他听到我们 一班的弟兄姊妹 他很愿意 很有爱心的 去服侍他们的小朋友 他又很希望 他们的小朋友来到教会 是被吸引来到教会 同样我看到 在堂校的服侍 一班的中学生 教会的弟兄姊妹 一班的乙工 他们很愿意的 去到 真是学生的当中 跟他们去聊天 跟他们帮助他们 我想让大家知道 是主耶稣看到我们 能够是同心合意的 兴奉福音 耶稣是喜乐的 我们都喜乐的 我很心愿 我们能够在 我们教会里面 能够看到我们自己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做些什么 我们就要去 跟从耶稣的 给我们的使命 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堂 我们同心的祷告 天父我们真是做一次 去感谢你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区 此时此地 我们愿意的 去看到 人的需要 我们愿意去帮助 让他们能够 在他们被服侍的时候 他们能够去认识 和相信耶稣基督 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在世 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 但我们今天重要的 我们的盼望 是在永生里面 我们有主 给我们的盼望 主要求你 叫我们每一个 在你的里面 我们直到今天 你的说话 我们每一个都愿意的 去跟随基督 我们愿意的是合一 我们愿意的是 彼此的配搭 彼此的欣赏 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 为主作刚作炎 更加提醒 我们可能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困难 都叫我们奔跑 不放弃 我们一生的去跟随主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我们先回到这里 我们先去跟随主 implica 我们一起来 转秤 这些脸 有些脸 有些人 不见 等你 roughly